一下飞机就受到热烈尖叫欢迎 我国奥运体操选手李志凯在安马项目中 拿下我国体操史上第一面银牌 一回国自然成为各界焦点 那这次可以第一次在奥运会场上这么大的殿堂 把6.7个展现出来 其实我觉得我跟教练的努力就是值得了 我们做到了这样 所以真的是很开心 除了家人之外 李志凯最感谢的就是指导超过20年的 教练领域性 更说没有大家的支持 没有办法夺下这面奖牌 而体操队中顶着一头剪法的红元席 意外与艺人小S的三女友撞脸 被小S开玩笑认作儿子 也成为网路上的话题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 腼腆微笑顿时不知道怎么回应 只说会继续努力 而体操队的下一步也要积极备战 2022杭州亚运与2024巴黎奥运 期盼再创佳击 此外一起回台的还有部分的拳击代表队 那这一次的突破 我相信是为下一次的巴黎奥运 做最好的准备 代表台湾去参加奥运 我就觉得非常光荣 全级好手陈念琴与吴诗仪 分别止步8强与16强 但两人均创下个人最佳成绩 但也不气馁 同样瞄准明年即将来临的亚运会 而随着选手场上的好表现 也带来运动热潮 也希望未来的国际赛内 继续为台湾争光 欢迎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